辽审战役时,红军精锐进出,在长达几个月的敖战之后,红军取得辽审战役的胜利,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地区的统治,但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国民党的其他将领不是阵前起义,就是兵败被俘接受改造,但郑栋国却是个例外,红军收复长春之后,作为国民党主帅的郑栋国,虽被动起义,却没有进入功德林改造,这是为何呢? 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解放战争开始后,蒋介石派遣郑栋国镇守东北重镇长春,解放军进入东北后,林彪指挥军队势如破竹,接连解放了多座城池,长春已经是近在咫尺了,1948年10月前后,林彪调集重兵,对长春实行围困战术,郑栋国同样作为抗日名将,并不会坐以待毙,他多次组织突围, 但军被红军打回,无计可施之下,郑栋国选择坚守城池,等待救援,可惜的是并没有援军到来,几天后锦州失守,整个东北地区彻底与关内失去联系,郑栋国犹如困兽,困兽犹斗,郑栋国决定输死一搏,与红军进行硬碰硬,即便打不赢,也要为林彪制造麻烦。 就当郑栋国抱着必死的信念集结部队之时,其手下的六世军突然宣布起义,这打了郑栋国一个措手不及,部下起义,外面又都是解放军,心灰意冷之下,郑栋国决定隐单自尽,好在他及时被部下拦了下来,在我党工作人员的轮番政治工作之下,郑栋国见大势已去,才被迫选择起义投诚。 后来他才知道,当时六世军起义是以他的名义宣布的,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,但长春的和平解放却是他一手促成的,即使他最后被迫起义,他在党中央这里也算是起义将领了。 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何不用进龚德林改造,新中国建立之后,郑栋国带领全家去了北京定居,党中央将他安排在水利部任职,并担任政协的文史专员,后来他又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, 这一次接见毛主席,更是用家宴的规格款待他,足见毛主席对郑栋国的重视之情,之后郑栋国又担任过国防委员,全国政协常委,民革副主席等职务,在任职期间内郑栋国费尽忘食,不辞劳苦,为国家和人民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 除此之外,郑栋国还多次接待台湾的来访同胞,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,他的愿望就是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,一直到他晚年,他依旧致力于参加各种有利于推进祖国统一的活动。 郑栋国之所以不仅没有接受改造,还在新中国担任要职,除了他及时认清解放形式之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本就是一个可以为民着想,渴望祖国强盛的人,1991年,一代名将,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心力的元老郑栋国在北京病逝,遗体被葬入八宝山革命基地,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海峡两岸的同胞。 新赵不宣的同时,为他召开了追悼会,表达追思与纪念,这才是民之所向啊。 前统八年正月,辽国保安军节度使张崇向晋国投降,金太祖完颜阿古达写信给辽天作地言道,天作地耶律言洗陛下,你要是能把寡人当成是兄长,每年给我送上岁贡方物,我就将你们辽国的上京、中京、局中府三路周县归还给你,但你同时要派亲王、公主、驸马、大臣子孙来我晋国做人质,你还要将我们女真的叛臣归还给我,同时还要赠送我皇帝使用的印信和兵符。 九月,金太祖见天作地迟迟不做决定,于是派人前往说道,言如不从,误赋前使。 九年秋七月,金太祖只得到了天作地封他为东怀国皇帝的诏书,并且还没有对他称兄,于是金太祖震怒,决定与辽国彻底决裂,前统十年下四月,天作地还在糊涂白山狩猎,听说金国大军再次决定。 这次出师,下得赶紧选取了精兵三千,准备御敌。 五月,金太祖亲自攻打辽国上京,攻克了外城,上京留守耶律踏步也率众出将,秋天,天作地又跑到沙岭狩猎,冬天竟跑到西京大同府去了。 宝大元年春正月,天作地改元宝大,这时辽国郡县已经被金人攻陷过半,天作地当时还有四个儿子,赵王,耶律席尼列局长,次子晋王耶律敖鲁沃,第三子秦王耶律定,第四子许王耶律宁,之前邀王的就没有再算进去了。 而晋王最为贤德,深得辽人所望,而原非萧贵哥生有秦王,许王,他的哥哥疏密是萧凤仙,害怕自己的外甥秦王不能被立为储君,就私下图谋益处。 而晋王的生母是文妃,文妃的三妹嫁给了耶律玉堵,萧凤仙就在天作地面前诬陷驸马萧玉和耶律玉堵要牟利晋王为帝。 天作地居然立马将萧玉斩杀,又刺死了文妃,只是还不忍心加罪晋王,这和他自己的父亲招怀太子耶律郡的悲剧何其相似? 他的父亲既是农民,也是采访,家里有五个孩子,可是幸运的是,他们祖上的积业很浓厚,他们祖上一共有十间房子,三十亩地,在当时的农民中算是小小的阔绰户了,但是他的父亲却不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,每次忙完田地里的活,或者农心, 在家里搓着玉米,就开始一边干活,一边给郑栋国讲论语,告诉郑栋国为人的忠孝之道。 学而优则是,要保家卫国,要报效朝廷,这也是郑栋国最初所受到的教育,后来郑栋国被送往私塾,更是接触到了四书五经等诸多书籍,可是与当时很多有大志向,或者反对老式婚姻不同的是,郑栋国娶了一个村里媳妇,并且感情很好,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,两个儿子,祖上的基业, 早晚会用完的,郑家慢慢地家境下滑,甚至已经没有了换季的衣物,可以说穷得叮当响,也是郑栋国当校长的哥哥,不停地接济他们,这才勉强过日子,五四爱国运动兴起。 各个学校的爱国青年们都加入到了爱国运动的宣传中,郑栋国自然也不例外,他也曾参加过抵制日货,保卫民族企业的运动,当时的郑栋国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,他觉得只有武力才是硬通货,特别是在得知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,郑栋国心里的那颗小火苗瞬间燃烧了,他是孙中山的小迷地,当时他连这一个学校具体 是干什么的都不太清楚,就立马要报名,他还想要去找同乡王尔卓商议,可是再到了王尔卓家门口时才知道王尔卓已经去广州了,郑栋国只能在村里找了其他几位有志向报考军校的同乡,几人一起启程前往广州,这下子可终于让郑栋国遇到王尔卓了,可是王尔卓很遗憾地告诉他,报名的时间已经过了,可把郑栋洞急得抓耳挠塞,可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来了,一个叫黄敖的学生, 曾经报了两次名,因为他怕第一次考不上,可是没有想到考试很顺利,第一次就考上了,黄敖就给郑栋国出了一个主意,要不你用我的名字考吧,郑栋国也就以黄敖的名字参加了黄埔军校的考试,这是命运阴差阳错的,让两位黄敖共同列在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名单上,而且两个人还进了同一个班,在点名的时候,这就有点尴尬了,郑栋国心里也愈发惶恐害怕, 忍不住吐露出了真相,当时区队长知道厚厚,因为爱财,也就将此事不了了之,让郑栋国将名字改了过来,后来奔赴战场上的郑栋国,果真是一员猛将,也是一位福将,有人说他是一个每逢战役都要冲在最前方的人,可是几乎从来没有受过伤,连轻伤都没有,可是有一次战役,却显示要了他的命,那就是著名的胎儿庄战役, 当时他手下的参谋长在他旁边,用望远镜观看着敌方的情况,可是望远镜在阳光下反光了,敌人的一颗炮弹,就直冲着郑栋国的胸部射了过来,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郑栋国已经结束的时候了,郑栋国这才吐出了一口血,摸一摸,胸前摸出了一颗被射弯了的铜钱, 原来是这一枚铜钱救了他的命,守卫南天门时,郑栋国率领士兵用血肉肢体抵挡敌人的炮火子弹,眼看就要撑不住了,当时郑栋国直接脱下军衣,穿着白衬衫,就突突突的手枪,就向敌营冲锋,士气大震,徐州战斗时,郑栋国考虑当时的作战形势,主动向上方提出了派兵援助运河南岸的方针,上方同意了,当时日军早就企图从运河南岸下手, 派重兵攻打,好巧不巧,郑栋国正好率兵赶到,双方展开厮杀,郑栋国号令十二门火炮齐发,在轰隆隆的声音下,日本方面狼狈而窜,不管是抬而装战役,还是铁血昆仑,他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,抗日英雄。